我們也多次的在很多公開的場合 跟所有媒體朋友報告 其實我們的火調相關的報告的內容 以及現場蒐證據保存的部分 其實我們從第一天開始就已經在進行 而且也都跟中央來內政部的 這個相關的專案調查會 都在進行所有的同步 所以絕對市府沒有任何要去隱匿 或者是黑箱 或者是想要去做任何 對於這個證據調查的這個部分 要做任何的事情 我們其實在先前對外說明的 這個起火的這個原因的部分 都有跟大家報告 起因是電線走火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第四頁的這個部分 其實電線過於密集 是我們今天也在現場 實際上給大家拍到的這一些照片 可以看到這個封益晴空會的 現場的電線是過於密集的 所以在電線過於密集的情況下 確實是相對容易造成電線走火 這是第一個 再來這是第二個 我覺得也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一般的電源跟緊急的電源 它在同一個管道間 甚至我們可以講說可能在同一個配電的區域 所以在一般的電源當今天發生電線走火的時候 當它今天去燃燒 燒到隔壁的緊急電源的線路 而造成說緊急電源今天這個發電機 它沒有辦法就算它發電 它也沒辦法透過緊急電源的線路去送達到包含排煙裝置 包含緊急避難設備 那這樣子的情況就造成了其他兩項救命的設施 也一併的失效 第三個也是我們也覺得非常疑惑的事情就是 一般的我們看到的這個電線的材質 它其實應該要有耐燃度的要求 也就是說今天火在發生的時候 電線走火的時候 這個具有一定合格耐燃度的線材 它應該要有能力可以阻擋這個線路的蔓延 這個火勢的蔓延 那初期我的位置會出現在管制在那個位置 那時也是只有聽到一次的呼救聲 兩聲很雜觸的Mayday訊號 後面就一段雜音的狀況 當下心裡是真的很難受 那時候我又馬上請同仁全部著裝 我要進去救人 所以 那個中... 我有請所有待命的學長同仁站起來 我們要著重裝 要去找人 那 在進入之後 最後在三樓找到了那兩位學長 並沒有像 並沒有像 媒體 或是一座指示的 那樓層是低樓層 它雖然只有三層樓 但是它是挑高的 五層樓的環境加上 地板 都是交友的狀況 我們要搬兩位學長出來 非常的困難 但是 中途跌倒了 還是站起來想要把學長拉車完 我呼籲 媒體朋友 針對那段錄音 不要再讓家屬聽到 那種呼救 我 就是那一種很沉動的二次傷害 誰對自己的弟兄沒有感情 我恨不得第一時間去找到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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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